最後一天有收到這個遺產管理人的被上訴的答辯狀 當然關鍵的遺產管理人的遺產管理人共共共議費用 大家要出來共議費用 我上面有說過 如果遺產管理人如果沒有利害關係人去申請的話 另外一組輪馬去申請還是要付一些共議費用 所以我們在等待士林地方法院的判決 看他判決的理由是怎樣